住在海沙屋建筑结构不良的围楼到底该怎么办 陶渊市今年成立了都更专案办公室 发现有许多民众来询问大楼都更问题 为解决民众困扰 驻发处主动走入社区办说明会 并在月底举办多场专业的课程 培养更多人才 房子住的不安心 想要申请都更怕不符合资格 陶渊市在今年8月成立都更专案办公室后 鼓励民众自主申请都更 住宅处收获许多询问 关于大楼需要获得多少住户同意 才能进行都更的问题 都市更新跟围老的一个差别 就在于它基地规模大小的一个限制 那像围老的话 它是并没有基地规模大小的限制 但是它必须要百分之百的所有全人同意 那在都市更新的部分 我们基地规模至少要1000平方公尺以上 然后呢才能来办理都市更新 所以在基地规模的大小部分 是大家比较常顾略的一个部分 住宅处也主动出击 走入高风险的海沙屋社区等大楼 召开说明会 说明政策法令跟补助方案的要点 10月21号起更请来业界人员 举办免费的都更课程 让一般民众报名参与 让更多人有这项知识 投入都更的行列 那我们的课程内容有包含 就是都市更新的法令啊 政策啊 还有诊鉴 维护 重建等等的一个实物操作 那以及有一些社区 它是希望透过自主更新的方式来办理 更新 那这个部分我们也都会有一些 实物的经验的一个分享 课程内容包括 如果更新建物可以盖多少瓶 更新建物该怎么盖 以及如何估价等 请来产观学界专家们担任讲师 分享实物案例 以深入浅出的方式 带领大家入门都市更新 即日起到10月14号 都可以线上报名